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认识心衰竭 我是台中荣民总医院的副护理长林秋满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做这个认识心衰竭的介绍 那大纲的部分呢 要跟大家提到的是有关于心衰竭的原因 症状 治疗 以及合并症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题目是认识心衰竭 我是台中荣民总医院的林秋满副护理长 大纲的部分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有 心衰竭的原因 症状 以及治疗 在右手边的图片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的解剥图 那心脏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心脏大概就像一个拳头的大小 在左边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心脏的部分 那红色的部分呢 是含羊血 心脏打出去的含羊血 蓝色的部分呢 是在交换以后回到心脏 缺羊血的部分 缺羊血的部分 右边的是把它 重切面切开以后的解剥图 我们可以看得到里面有 半膜的部分 半膜的部分 那心衰竭呢 它是一种严重而且愈后不佳的疾病 根据统计在2009年卫生署国人 十大死因的统计当中呢 心脏疾病就占了第二位 那什么叫做心脏衰竭呢 心脏衰竭是指心脏肌肉受损 或者是负荷过度 以至于无法运输足够的血液攻击身体的需要 它是大多数心脏疾病 疾病最终的阶段 那从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正常的心脏是左边的这个图 右边是心衰竭的图 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心衰竭的部分 因为心脏衰竭的关系 所以心肌的部分不断的肥厚增生 所以它的肌肉的部分是相当的肥厚 而且是增大的 那什么原因造成心衰竭呢 里面的内容有 缺血性的心脏疾病 高血压 心力不整的部分 因为打出去的血液不够 以至于就是心脏不断的耗结 所以造成心衰竭 那另外瓣膜的部分 刚刚在解剖图上面 我们也看到瓣膜 那瓣膜的必锁不全呢 也会造成心衰竭的不够 那不断的恶性循环以后 也造成了心衰竭 还有心肌炎 以及酒精性心肌炎 那还有化疗引起的心肌炎 以及遗传性的心肌炎 其他的部分 还有类粉样的病 还有类肉瘤病 以及代谢问乱的疾病等等 那心衰竭有哪些症状呢 一般病人常见的 就是会出现端坐呼吸 还有蒸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 咳嗽 会发现他的肝肿大 还有肝脏触摸 以及腹水的情形 那肠胃道会冲血 会让病人产生厌食的症状 那我们发现 病人在颈肌脉的部分呢 也会有膨胀的情形 那这张图呢 可以让我们发现 在心脏衰竭的时候呢 病人因为水分的预计在 肺部的部分 造成病人 他会采一个端坐的呼吸 那因为含氧量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他的嘴巴的部分 是这样 发干的 充血 肺部充血的关系 所以病人会呼吸困难 踩端坐呼吸 会让他觉得比较舒服 末梢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比较发干的情形 另外的话 在心脏衰竭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病人呢 他的颈肌脉是怒脏的 那因为他在 那个静脉的部分 都造成了一些压迫 所以他在肠胃道的部分呢 都是肿胀的 以至于我们可以 临床上可以发现 病人会出现一些 负水 厌食的情形 那另外还有常见的就是 病人会下肢水肿的情形 在治疗的部分呢 一般会利用到利尿剂 所以让病人的水分呢 会比较增加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要注意病人 他小便的情形 那强心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之前 也看到图片的部分 因为肌肉不断的肥大增生 那让心跳慢一点 然后心脏打出去的力量 能够多一些 那他的输出量 就会比较足够 第三个部分是血管扩张剂 那血管扩张剂 就是在心脏打出去的时候 他的血管是扩张的 那这样子的话 心脏就比较不需要 那么的用力 最后是在有关于饮食的部分 经由营养师的介绍 推荐 他们会提到用地中海的饮食 是比较适合心衰竭的病人 我们从最下面这边开始看 它也是一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最底部的部分呢 是怎样 摄取量是可以 比较是多的 那到越顶端的部分 摄取量是要越来越少 那第一个我们先提到的 他有提到的就是说 运动的部分还是怎样 不可或缺的 肩衣虽然是心衰竭的病人 但是每天都要运动 那再来我们提到有关于 它的饮食的部分呢 我会建议到的是 全骨类 面包 豆类 意大利面 以及坚果 那这些呢 是主食的部分 会建议每天 每天吃 那另外每天吃的部分 有包括了蔬菜 及水果 那蔬菜的部分呢 建议可以多吃 增加它的纤维质 跟我们的全骨类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但是水果的部分呢 就不用太多 大概一天 两三种水果就好 因为其实水果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是甜分 那个糖分的部分 所以每天吃的蔬果 是在 它的量的摄取的部分 是比全骨类稍微少一些 那可变化的量呢 提到的是油类的部分 油类会比较建议的是 橄榄油 理由就是 它是属于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建议的 蛋白质的部分 肉类的部分 是鱼跟海鲜 那另外的话 还有建议的是鸡蛋 起思 比较 envie